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相处快两年了 一开始相处得挺好的 可是现在感觉我们俩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 交流也越来越少 彼此个性又特别好强 冷战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缺乏沟通的感情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我觉得我俩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互相不能理解 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问题 消除起来就越来越吃力 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发下所谓的面子 好好沟通 能够相互理解着去消除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鹏来自甘肃21岁学生 来 有请小鹏 有请 女嘉宾小王来自甘肃21岁学生 来 有请小王 有请 欢迎两位 同学是吧 是 谈了几年 两年多吧 今儿为什么来呀 今天主要是我小蕾 在一起也经历了挺多的 一起曾经也有过快乐的时光 但是这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矛盾 也让我们两个心里也不舒服 这不最近又发生了一些矛盾 然后就是吵架呀 冷战 但是我也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想挽回一下 发生什么冷战了呀 在外面出去玩了一天 然后回学校的途中 看见有个买地瓜的 然后我就说想吃地瓜 然后就过去买了一个地瓜嘛 方舟平时这种东西 他都是不会吃的 所以我也就用惯性的思维 我那次不吃呀 行 当时我第一句说了一句 我很惊讶说 你也吃吗 我说之后 你的反应 你的反应让我感觉到 你今天是想吃地瓜 然后我马上知道 我说错话了 我就哄着说 我说没事没事 不是买了一个嘛 咱俩一人一半不也行嘛 然后你给我的态度是 听到你不想让我吃 所以我也可以不吃 你自己吃吧 是吧 可是你说这个不吃 你是带着情绪的 你带着情绪 说着不吃这个话 就让我觉得 我这个女朋友 在你心目中 是一个自私的人 不会想着 我从没觉得 你在我看来很自私呀 可是当初 你是带着有情绪的话说 你是带着那种情绪 说你自己吃吧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 让我先说完吗 行 你先说 你当初说那个 嗯 我不吃 你自己吃吧 你这句话是带着情绪的 你可以仔细想一下 如果没有带着情绪 我干嘛无事生非是吗 不过我当时觉得 没事嘛 这就小事 就一口吃的嘛 也不算什么好吃的 然后我就哄了你三次吧 三次了 是不过三呀 我觉得你是不尊重我 你直接把它扔进垃圾桶里了 行 你想一下 不尊重你之前我干什么 我在一路上面一直在哄你 我说没事没事你吃嘛 我又不知道 你不吃这个东西 我也没觉得你说你自私啥的 是吧 后来呢 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 后来我扔了之后 我扔之后 它也没追过来 或者说是拉着我的手说 你干嘛扔了 你不吃你给我呀 它也没说 它然后把我给它那一半 自己也扔了 但是你当时我说点 我肯定不能再吵架呀 是吧 不是 我最生气的 我最生气的就是 咱们两个从买了那会儿 买了地瓜之后 感觉有点气氛不对的时候 走了十分钟的路程 他就一直没有跟我说过话 三句话 唯一的三句话 还是我跟他说的 我说你要不要吃口呀 你要不要吃点呀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今天要吃地瓜 还是我说的这三句话 他是从头至尾 一句话都没跟我说 也没有看着我 包括他跟我说 你吃吧 我不吃这句话的时候 他头也是别着那边的 吵完架之后 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嘛 是吧 要在平时的话 我和他聊的也挺多的 每天都会把彼此 发生的一些事 对啊 那我想问 为什么你吵架的时候 人家吵架的时候 我就不是你女朋友了嘛 这个 学什么专业的姑娘 法学 你不要把那个 亭上的那些东西 带到生活里嘛 好不好 那倒也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 可不是亭上的一点东西嘛 在感情中 辩论嘛 我觉得在感情中 是多了一点理性 但并不是说 重溃的理性 我还是很感性 对待我们的感情的 是是是是 因为我知道 恋爱中并不能像 其实那样 他也跟我反映过 这问题说 不要把你上课 那种思维带到 带到我这 然后我说这方面 他也肯定会给我打断说 得得 别说了 然后我肯定也会 识趣的 毕竟都这么大成年人 是是是是 自己肯定心里有数 还有就是 他能让我监督 他的学习 但是我想 这都大学生了 是吧 然后都是成年人了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 也有所规划 是吧 也没必要去 我去监督呀 但是他说过 每天早上 我叫他起床 比如说这六点半 按时叫他起床 我一般都会 六点十分 六点二十分 这个闹钟 然后我自己先醒来 然后总是给他打电话 叫他起床 但是吧 学习的时候 我也发现他老玩手机 感觉这是我 对他 勉励不够呀 小虎 这是在谈恋爱 当然 主持人 这个问题 我想声明一点就是 我是今天才知道 让他早上叫我起床 他会提前 把闹钟对五分钟到十分钟 我现在知道这个 我是挺感激的 我也挺开心的 觉得自己有点幸福 当然 我让他早上 我让他早上 幸福这是肯定有的 不幸福肯定也是存在的 如果说是单纯的幸福 今天也不会站到这儿 是 哲学家 来 哲学家 然后呢 当然我让他对闹钟叫我 我也肯定给自己对闹钟 我不可能把我的希望 全部交托他 是吧 我之所以让他监督我学习 就是因为 在我的学习中 让他觉得 他是我学习中 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让我们觉得 我们彼此是在一起的 可以有那种 一加一等于一的感觉 让他感觉到 我的优秀中 有他的一部分的奴隶 让他感觉到那种成就感 我觉得我这是 出发点是为了我们的 感情的牢固 但是这些我也都给你说过呀 就算我们以后结婚以后 走在一起 也会让他觉得 我们曾经一起努力过 我觉得这些 如果说 我当初这个出发点 让他现在觉得 他是成为了他的负担 也成为我们感情中的 不愉快 我觉得 这件事情真的 和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好 等等 我直接问吧 绕死我了 你坚重他学习 是你的负担吗 不是负担 OK了 那你现在说什么 行 好 接着提 接着提快 接着提机会快 你说的这个事情 我突然想起来 你之前 不是 应该不是他说吗 姑娘 不 让他说 他让我唤起了 曾经的那种 美好的回忆 不 不是 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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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扎心吗 他现在就老抱怨 他上学期吧 一直就抱怨我说 我们两个不像正常男女朋友 说他和我在一起 感受不到普通男女朋友之间 那种快乐说我陪他时间少 不陪他吃饭 不陪他散步 在驼一所学校 一周也见不了几次 一周也见不了几次 那说明一周最起码见了几次是吧 我应该庆幸 我很庆幸 比起那些异地恋的朋友 我觉得你和我太幸福了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网上聊天 我就感觉他在和现实中 感觉就是两个人不一样 对着一样 是是是 那你也没有跟我明说 让我现实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我也不能要求你做什么 没有 等等 先别辩论 先说事实 你刚才说很扎心 是怎么扎心的 他就这么说 然后天天就说的 我好像不在乎他 他在我心中没有地位 好像是就说 你在不在乎他 在乎呀 如果不在乎现在站在这儿干嘛 我还会受他的邀请说 站到这儿吗 我在这儿瞎浪费什么时间 哎呀 你这个孩子绕死人了 谈个恋爱谈得好累 累不累 他就是觉得 说实话累不累 有点吧 但是 享受享受 幸福 幸福还是挺多的 幸福幸福幸福 来 你还要说扎心的事吗 你要不说我就让他说了 让他说吧 你说吧 扎心的一次就是 你扎心还是他扎心 我扎心 是他扎了你的心是吧 对 那次我迟到了三分钟 三 我让他等我三分钟 然后他就不等我 然后他就让我写那个 1314个字的检讨 为什么是1314个字 代表一定的寓意吧 我是等够了三分钟 走了之后才给他发的 并不是说时间一到 我连一分钟都没有到 我是等着他 就三分钟了 我当时的写检讨 不是因为他迟到了 而是我看中的是他迟到了 为什么给我 给我没有说清事由 我当时也给你写事了 不会看表面现在 那么肤浅的生气 我是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说理由 我给你道歉了呀 我说下次肯定不会再这样的事了 但是之后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是吧 那就说明检讨写得很底力 见效了 以后没有发生过之前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他后来又让我写5210个字 啥意思呢 我一个 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那天我熬夜熬到了 不是 你5210个字 你都写些什么呀 等一下 你写的那5210个字 就你的那文采 还是我给你改了之后的 你还改检查呢 我要检查呀 不然让我觉得他又无所谓了 不是检查啥呀 检查他里边把他那些错误 有没有写进去 不就迟到了三分钟吗 不 我说了 我再会不是这三分钟 而再会是他的一个态度 不是 态度怎么了呢 道歉的态度带着点轻浮 道歉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清室友 说是 其实那件事情的 不是 道歉的轻浮 真实是那样的啊 你要把这个事情先要理清楚 是你没理清楚 不是 你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而已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你也没有问 来 我问一问 姑娘 那天到底她为什么迟到了呢 这个迟到原因啊 就是刚开始嘛 那个 自习结束之后 我有几本书是放在她那儿了 我晚上回去的时候 我要把书带回去 第二天要急着用 然后我问她 她说她方便 她可以在我下自习的时候 给我带过来 结果下自习之后 闭馆了 人都出来出来 那出来很多 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孤零 站着好像左望望右望 就是自己望不见自己要等的人一样 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她突然发了一句消息说 我刚打车 你稍等一下 我就问 我说你干啥去 你不是在学校 然后她就支支吾吾的说 我今天和朋友出来吃个饭 其实这个是她可以提前跟我说的 如果提前跟我说了之后 我肯定不会让她两面为蓝的 你在外面跟朋友一起 你就要玩得开心是吧 因为我当时算的时间差不多的 你当初算的是吧 打车买了几分钟而已 你知道什么叫预算吗 后来就因为这个 她跟朋友在一起吃饭 晚了三分钟 是不是这意思 嗯 我问清楚没有 合适 合适了啊 咋写呢 这都五千多字怎么写 我就搞不清楚 没事 电子版的 啊 那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啊 我我验到了 不是 你错在哪儿了 你能告诉我吗 不应该迟到吧 当然这个问题 我也是很注意的 就是那天打车 确实司机过来都完了 我也 那应该让司机先检查啊 不 这也不能怪司机 这主要确实是怪了 这是怪谁呢 怪我 还有就是一个 现在我们俩都 选择考研嘛 都考研 对 考研 就面临这个城市和学校的选择 包括这个专业呀 就是感觉 可能她给我的一个答案就是 本来是要约好 她的考 最起码一座城市 同一座城市嘛 但是她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 她好像要 和我分开的那种 就在这方面产生了很大的 比较大的一些分析 就是两个人要考 不同城市的学校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是这样吗 姑娘 这个之前的话 跟她一起交流 有过考 最起码考同一个城市的 学校研究生这种想法 可是后来吧 我就觉得没必要了 尤其这几次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 我干嘛把我的未来 也跟她牢牢绑在一起啊 现在过得这么痛苦的 以后要是绑在一起 痛苦的还是自己 我就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的以后也 现在那么肯定的绑到 而且出于理性 出于本分 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是 一定要和你考在某一个城市 某一所学校吧 是 这个难道不是要看秦宠吗 听懂了吧 听懂了 啥意思 我没听懂 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当然 今天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就是 能够调节一下我们的关系 我也是想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 毕竟有两年多了嘛 相处也不容易 彼此也确实心里也放不下了 是吧 不是 是你放不下还是他放不下 我放不下 我能问点其他的问题吗 可以 你喜欢他吗 问得不严谨 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喜欢 我为什么跟他出了两年 如果不喜欢 我为什么站在这儿 对对对 这问题废话 接着再问 问废话你体谅 没事 是得让人体谅 你知道吗 你喜欢他什么呀 这个要从我们认识开始说吧 其实说喜欢他吧 就是刚开始我不是要辅修另一门专业 要辅修一个专业嘛 然后就去他们专业蹭课 他给我借了书 然后就有点印象了 后来在图书馆自习的时候 就隔三差 我老能碰到 我就觉得 这个同学挺认真的 应该是个学霸吧 后来 阴他阳错了 反正留了联系方式吧 就线上 大概也互相了解一下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同学 他对自己的未来 真的是挺有打算的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 我的兴趣爱好也挺吸引他的 你喜欢什么 就挺安静的吧 我记得我那时候写诗词 发一些诗词之类的东西 他就老点赞 他还评价一番 然后平时也练书法什么的 后来他说 也想让我带他学 然后就一起买了那个啥字帖 我觉得这些都挺好 然后后来也就 就觉得在学习上面 再能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 还能遇到这么懂自己的人 这么理解自己的人 我觉得太幸福了 他懂你 是吧 对 但是以前 后来慢慢处着吧 就觉得这个人性格 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老喜欢沉默 然后就 每发生一件事情吧 他就沉默啊 沉默 然后他在沉默中继续沉默着 我就在沉默中爆发了 好诗意啊 他是你初恋吗 是吧 以前没谈过 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男生其实在你心目当中还是有些地位的 是吧 有分量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评价一下你女朋友 他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也就是 他在学习这方面确实也挺认真的 然后他这个兴趣爱好也挺广泛的 像琴琦说话也都涉猎一些 感觉都挺好的 他很小的一个才女 是吧 对对对 他给我当时一个感觉就是挺好的 然后就这样 他今天来我们知道来干嘛 那您来干嘛呢 我想看看他的态度 看他是不是还会一直沉默下去 如果他再沉默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也该收起自己 为了他改变的那三分钟热度 我觉得我有必要做回以前的自己 姑娘你以前是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就因为他的性格 我后来改到可以主动跟他和好 就是有什么事之后 我会主动找台阶 主动去找他聊天 当然他给我的回复也就是 嗯 好 和和 很简短的回复 那你们刚开始谈的时候他话多吗 话还算多吧 最起码每次吵架之后 他还会过来说一个 别生气了 嗯 我们好好的行嘛 他还会这样 后来这几次我就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主动的次数太多了 让他觉得 没事 生气就生气吧 好 这是你想的还是你问过他 这是他几次 这几次他表现出来的 然后你联想到的 通过他的表面现象 我判断出来的 当然我这么判断出来 他也没有跟我说我是不是判断错了 所以我就只能凭着自己谈 他判断错了吗 他肯定不判断错了 那你为啥没有跟我说呢 因为我们俩吵架之后 我肯定不想和你再说了 两个人因为都在生气嘛 越吵肯定是 行 我问你一下 咱们吵架之后是分手了吗 没有分手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吵架之后难道不是男女朋友了吗 难道吵架之后 我在你心里边就连一丁点的位置都没有 然后我们心里一次更加生气 然后想缓和一下 所以男生的逻辑是 对啊 想缓和你也没有给我一个任何的行动 你听他这个话的逻辑 你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 他的逻辑是说 因为我们吵架了 我不想在情绪当中再激化这个矛盾 我理解的对吗 对对对 我不想激化这个矛盾 你的理解是说 虽然我们吵架了 但是你还得来哄我呀 不能因为吵架了你就不哄我 这是你的逻辑啊 对 对吧 不要为这个打架 你要为这个东西打架就很难受了 来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其实我在想 我们看了这一段以后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男孩特别受委屈 会把这女孩推到我们的对立方 我应该也是这种感觉 但是实际上 听长了之后 我坐在女孩的这个位置 我观察她的表情 再看男孩的表情 我慢慢似乎转到了女生这边 因为我是一个女生 我回忆当年我谈恋爱的时候 大家不要觉得可笑 因为一个地瓜气成这样 现在这个好像现场都是过来人 但当年我们真的会喂一个地瓜 一根玉米 气得不行 现在想起来是可笑 但当时就是过不了这个坎 而且我觉得女孩在恋爱的时候 就是有一根精 觉得天下这么多人 我爱上了你 你也爱上了我 你为什么不能对我呵护一点 我们通常都是跟自己想象中的人在恋爱 其实只是这个人突然出现了 我们把所有的想象附加到你身上了 如果你不按我们的想象来 我们就会失望 会生气 就会像这个女孩一样 变得伶牙俐齿 虽然我没学法力 但是我觉得当年我们这伶牙俐齿 咄咄逼人的气势 一点都不输给她 所以看到她 我会觉得 我理解这个姑娘 也许我做得并不好 可能我不完美 我也不那么美丽 不是那么吸引人 但是你是我男朋友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信任你的人 你也要最信任我 最宠爱我 你应该把我捧在手心里 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我才有信心去 真爱这个世界 真爱你 我觉得女生啊 都会有这个幻想 你别怪她 你长时间的沉默 我觉得特别是吵架的时候 不理不睬 对女孩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小伙子 我这是心里话 我站在她这边 你别怪我 其实我特希望为你说几句话 但是我觉得我是女方家长 行 来吧 女方家长说完了 俩儿子的人 男方家长来吧 那我肯定是男方家长的 所以刚才我听你们俩的对话呀 就像在一场辩论赛 到底这件事情谁出了问题 而你们通常呢会一起说话 谁都不听谁 但最后呢 谁先闭嘴呢 男孩 他闭嘴 他选择了沉默 所以这就是你们以往之前的这个 这种相处的模式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这么发展下去啊 我觉得可能你们在某一天 未来某一天回忆 很感谢对方 因为在我的大学当中 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伴 互相督促 叫你一定要严格地遵守时间 叫你一定要按时地学习 非常好 但是那只是感谢 没有感情 那种情感 儿女情长 没有 你们回忆不起来 你回忆的仅仅是他的沉默 你回忆的只是他的无情 而这就是为什么产生了说无趣 无趣很正常啊 因为什么呢 长久持续的爱情的动力 一定是找到乐趣的 但没有 恰恰你们两个人 都不会为对方制造乐趣 又不懂得怎么去捕获一些乐趣 所以呢 这就是在学习当中 很难找到互相互动的这种乐趣 就错了 好吗 祝你们幸福哦 好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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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夏洋老师 我对你的印象有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 轴 第二个 较真 第三个 太理性 第四个 口是心非 你提到一点就是说 你让他写这个检讨书 写检查 说他迟到的这件事 我为什么说你说口是心非呢 其实这件事情 你在乎的不是他迟到 但男生 他在乎的是什么 他在乎的是你外出跟朋友吃饭 没有跟他打招呼啊 所以他生气 让你写检查 这就是你的问题 口是心非 绕来绕去 你如果在爱情当中 针对错 论长短的话 那最后损失的只有你自己 所以千万不要把 爱情当中所有的问题 都用你的学习的理论去套 套不上去的 你一直说他沉默沉默 他为什么沉默 我们所有在场的人 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你们两个人的交流状态 是无效的沟通 因为只有一个人自说自话 另一个人不说 他不说就是因为你太能说了 他根本说不过你啊 他当然就选择沉默了 然后来说南方啊 你刚才提到你说 你们现在没有聊天的内容了 觉得聊没有什么话题可聊了 我们聊天无非就是聊过去 聊现在聊未来嘛 他给你了回馈 他给你了发了一些 他现在的心理的状态 或者说感兴趣的话题 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回应 你怎么会制造起这个话题的互动性呢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没有聊天的话题 就是因为你没有回应 不管你对这个话题感不感兴趣 你也要做出回应啊 如果你一直是沉默 一直是躲避的 你当然他会生气 他会着急了 我看你们两个人谈恋爱 我也着急 我真是着急 而且累 两个人都执着于自己的那个世界 不能放下 也不能走出来 但如果真的这段恋爱 这样谈下去的话 你们两个人真的确实到最后 都会彼此把彼此伤得很深的 因为觉得都不是当初 我想要的那个人嘛 祝你们幸福 谢谢夏娜老师 来 初老师 女人如果生气 男人选择沉默 说男人冷暴力 男人参与争吵 说男人没肚量 男人如果是红女人 又说男人虚情假意 请问男人到底要怎么做 第二点 从来不会排斥他跟我 哪怕争锋相对 我都是喜欢的 但问题是她面对的是一个无趣的女人 那问她绝不觉得我无趣 那至少我所看到的是这样 我不代表她 我只说我的观念 都说女人是形式思维的典范 逻辑思维的障碍 而你恰恰相反 女人的第六感非常准 但又无法用逻辑来陈述自己的道理 所以她们总是在形式上需要男人 做出一定的行为 这恰恰是女人的可爱之书 你说的条条都在理 但是你脸上毫无表情的样子 以及你非常理性的逐字逐句的陈述 让人感觉到你不是在谈感情 你是在谈一件与你之外的一件事情 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描述别人的情感 所以我说你是个无趣的女人 我觉得男生固然有错 但任何一个男人面对你这样的女人 估计也是这样的反应 甚至还不如她 1314次的保证书 后来改成5210次 她已经做得不错了 你还要整死她 没有啊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如果你不改变 你遇上10个男人 100个男人 有90%跟他一样 或者比他表现得更差 只有剩下的10%或1% 才有可能成为你所说的那个样子 但结果也触不成 所以说姑娘 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 赢了嘴输了情 你有意思吗 到这个时候你倒是笑了 但是一时一脸苦笑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你咋了 又沉默了 我说说你的感受 听完老师 思雨老师说的 我也感觉自己确实是做错了 不应该 两个人应该相互沟通 相互我也不能保持沉默 有问题要相互考虑一下对方 不能自己任用自己的个性 下句嘴啊 他不保持沉默 他怎么办 他又变不过你 他只有闭嘴 说了也是被你说死 干嘛自讨无趣呢 为什么说的话 一定是要争锋相对的那种呢 如果说是 凭什么他就要软下来 你就不行呢 你要碰上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我软过呀 我们俩看谁变得过谁 我软过呀 我软过呀 你软过 在这个舞台上 我没看你软过 我只看现在 你只看现在 当初的我看不着不发表评论 在这个舞台上 你字字朱击呀 那我不知道老师评判的前提是 只看这个舞台上面的 我不能不做不客观的判断 我只对我看到的做判断 你们之前的事我看不到 你在这个舞台上 在众人面前都能这样 在平时可想而知 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也是逻辑 不过挺感谢的 客观的判断 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就老师刚才说一番话 我很感谢你在表扬 我们的时候都这么理性 以后多拜托 你拿点表扬给她 鼓励她 其实女生我觉得 有一点大概 你特别要汲取一下 倾听 我觉得倾听 你不仅仅是听她 就在今天这个现场 其实四位老师 每个人跟你说的 都说了很深的一些 生活道理 这四位老师 你有没有认真的倾听呢 其实你就问你自己 一个问题就行了 首先想这个男生 是不是你真喜欢她 如果不是就算了 咱们不为谈恋爱而谈恋爱 好不好 来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今天来到这儿 我也明白了许多的 之前是我们两个人相处 可能是有问题 但是来到了这儿 我也是想挽回这段感情 希望我们在今后 能够相互多一点理解 包容 然后我也会改掉 我以前做的一些不对的事 只希望我们能够 在未来好好地发展 毕竟我们之前也曾有过 消除的也挺好的 我不想因为这些小矛盾 而失去了这些 成为一辈子的遗憾吧 你说遗憾呀 其实我觉得都是些小事 这些道理老师今天说了 就算老师没说 我之前也明白了 我也可以做出退让 可是你今天把我推到了 好了 时间到 好 谢谢老师 请回吧 谢谢 来来来来 请关门请关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干嘛呀 这也不高兴啊 来 有请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可以浪漫一下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和思想和你冷战 然后现在我也知道我的错了 然后我们以后好好消除吧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两位